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关心一支箱 今日分享 清净道论 清净道论是 佛陀回答天子的问题 在天子的问题 他提到 助力借会人 修习心与会 有秦至比丘 当离此皆福 经依于大仙 所说知此迹 戒等种种义 如实我解释 这天子 他一开始来请法 就是因为出家师父 是戒定会 精进俱足的比丘 一定可以离开劫福 那他来请法 表示他也想要离开劫与福 所以在序论里面 就介绍如何离开劫福 的这一段疑惑 那为什么比丘能够有 戒定会精进呢 那这些呢 就是清净道论 要教我们的清净之道 所以天子的问题呀 在一开始这个序论里面 就介绍解释 那我们在谈 清净道的时候 要知道什么是清净道 佛陀解答天子的疑惑 略是这个最初的这个祭语 那这个祭语就是刚才念的 助力戒会人 修习心与会 又行至比丘 当离此皆福 助力戒 就是立于戒中 安住在戒中 那什么人安住在戒中呢 你去受了这个戒 你就能够安住在这个戒中 所以有调寻戒圆满者 于此言助力于戒者 故调寻戒圆满 言助力于戒 此事此句之意义 助在戒中 立于戒中 所以意思就是持戒 那大部分的人 只要接受了戒 就开始持戒 你去受戒 是持戒的开始 持了才知道 这个戒要怎么做 才会有疑惑 才有开这持饭 所以不管 是做任何的修行 要先从戒开始 这是佛陀教我们 戒定慧 这是不可跳过 不可或缺 这是基础 那很多人 他以为 哎呀 我有智慧就好了 我都会读经 那我也很认真在修善法 为什么一定要说 戒这个受戒了之后 很多本来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都不能做了 那我现在去受这个戒 我不想 我想要先了解 先做后面 这有智慧的修习 那事实上呢 佛法 那为什么要先把戒 放在最前面呢 因为戒是基础 没有戒啊 你后面的智慧 和后面的精进 方向都错了 所以不能 这个忙修瞎练 那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结局是没有办法离开戒福 越修越烦恼 那不是就是在 浪费时间嘛 所以一开始啊 要先从戒 来入礼 这个助力戒就是智 所有的比丘 都以戒为根本 助力于戒 因此呢 就升起助力戒之后的智慧 修习心与慧 由情至比丘 当离此皆赴 接下来就在讲 人是直有情 这个人呢 是有情 那有慧人 有慧人呢 就是以夜而生三音 结生之慧 为有慧者 那意思就是啊 这个有慧就是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会修习心与慧 修习心与慧 就是修三摩地 就是跟这个所有的禅定啊 都有很多的方法 不管你是修定 或者是皮伯舍纳 皮伯舍纳就是观 那不管是修定还是修观 修止还是修观 就是在修心与慧 人与此记是由心之明目 以示定 由慧之明目 以示观 有其是指精进者 所以这里讲到呢 修习心与慧 一般呢 我们会讲 戒定慧 那这里用心来代表定 那这里讲到的这个智慧啊 精进才是有办法把这个 戒跟慧 把它燃烧起来 那燃烧做什么呢 精进是热烧 烧尽一切烦恼固 称为热 又叫做勤啊 具有此故称有情 有智言智是慧 是具有慧者之意 而且由有智之智据 是将来夜处之慧 欲解答质问之记文 有三次说到慧 这里谈到呢 这是讲晴智比丘 那这个晴啊 就可以把前面所修的定与慧 来烧尽一切烦恼 所以晴算是一个加 这个加急的 乃至于启动器 把戒定慧 所产生的这个慧 那戒由精进 把它烧掉 烧什么呢 烧一切烦恼 烦恼就像这个火要烧的 这个垃圾也好 或者是木材也好 那我要把它处理掉 有很多种方式啊 就像我们要处理垃圾 那你要处理怎么处理 第一个言不见为敬 丢到别人家 那这没有用 你的垃圾还在 它会凑到别人啊 或者是呢 到最后啊 丢过来丢过去 你丢垃圾给别人 那别人也丢垃圾给你 最后呢 就很多垃圾 每一个人都有一堆垃圾 垃圾山 所以有烦恼啊 你不能够把它给丢 给别人转嫁 我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呢 都不要来跟我讲话 跟我说话的人呢 就很倒霉啊 因为我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可以乱骂人 这就是把垃圾丢给别人啊 到最后呢 你会变成 你有一座垃圾山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习惯 既然你会丢 我也会丢 所以这就是错误的方式啊 那或者是呢 当作没看见 垃圾啊 发臭了 你依然呢 很迟钝 没有警觉 就视而不见 不处理 觉得没办法 这就是啊 我们自己一般的处理方式 看到东西坏了 就贴坏掉 就贴坏掉了 那坏掉了怎么办呢 坏掉了 丢掉啊 换一个 要不然呢 就是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 一个没办法处理的状态 可是没办法处理 就是不处理 不处理就没问题吗 这还是有问题 而且呢 这个垃圾会臭掉啊 那第三个呢 就是 这垃圾太多了 我搬走好了 我搬到一个没垃圾的地方 那问题是什么 那问题是 哪个地方没垃圾啊 这垃圾啊 也是被制造出来的 它既然被制造出来 它也能够被处理掉 所以不是啊 我到每个地方 把这里弄乱了 弄脏了 把所有的人弄烦恼了 然后我再跑掉 跟我没有关系 这就是啊 错误的处理的三种 你不能够把烦恼丢给别人 不能把垃圾丢给别人 也不能视而不见 那也都没处理 那会越来越臭 也不能搬家 因为到处都一样 所以要怎么办 就要处理它 那现在处理垃圾的很多方法 有化学的 有物理的 那有什么 天然 掩埋 就让它呢 化解 被细菌分解掉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呢 就是焚烧 比较积极的把它烧掉 那第二种是这种啊 那第三种呢 就可以啊 去做这个 彻底的把它给 用这个化学剂啊 把它中和掉 那有很多种方法 有的有副作用 有的没有副作用 但是不管是怎样 都是在处理它 处理就是 把这个垃圾给处理掉 这烦恼也是 处理烦恼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都要有一个动作 叫做勤 你要积极 你要认真 你要把它 就事论事的把它处理掉 不管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有的是诵经的 有的是行菩萨道的 有的用禅做的 不管什么方式啊 都有 人因此而成就 所以每个方法都是好方法 但是要 有情 这个字 才会让所有的方法 都产生效果 所以这里讲 它是热烧 烧尽一切烦恼 所以叫做情嘛 那有情 然后有智 有智啊 是有智慧的比丘 当离义此结福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情 这个字啊 这个比丘啊 具足有这种特质 那每一个比丘都有这样子的 修行的基本素养 它才可以成为比丘 好 那这比丘是做什么的呢 比丘啊 就是要修智慧 要有智慧 一个出家师傅 有智慧啊 就能够断除烦恼 也可以 帮助别人断除烦恼 那这里呢 有三个智 三种 智慧 第一 就是 助力介会人的慧 这里叫做什么 生得慧 就生慧 就是 我是一个 本来就有智慧的人 每个人都有智慧 只是你没有启发他 那这就是生得慧 这是浑然天成的 人人皆有的 所以这是第一 常常我们说 哇你很有智慧 可能在讲的就是 你生来聪慧 生来聪明 从来有智慧 这是第一啊 那第一呢 这生来的慧 是过去得以生累节修行而得 这是天生的吗 不是 是本来就具足 你要去练他 每个人都有 所以叫生慧 所以叫生慧 第二 还有修来的 叫修习心与慧 第二 即言修习心与慧时 智慧 这叫做观慧 观照的智慧 你很有智慧 但是啊 要勤加修炼 要借尽练心 要常常读经 常常听闻佛法 常常思维法义 那起观行 你不断的把佛陀的教法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要不断不断的去观 修这个观慧 那观了呢 就会让自己的智慧 越来越成就 就像刚才所说的 有这个精进 加下去无事不成 每天都要练习 观慧 这是修来的 第三种慧 叫做将来慧 就有情有智时的智 是导入一切所作之将来慧 意思就是 你把所有修来的智慧啊 它就会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让这比丘 变成有智慧 有智慧的比丘 所以有生慧 有观慧 有将来慧 这三种智慧 比丘都具足 最后呢 就在讲啊 见到轮回而生部位 所以叫做比丘 那比丘啊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要离开轮回 因为这轮回太可怕了 这轮回啊 会让人苦不堪言 尤其是三恶道 你光是想到 你当一只狗 你当一只猫 现在听起来 好像很自在啊 现在啊 狗粮啊 猫粮啊 猫的待遇啊 都比人还要尊贵啊 这狗啊 大家都很喜欢啊 可是你真的要去做那只狗 那只猫啊 想清楚哦 很可爱是因为你是人 所以你可以玩弄他 你可以照顾他 你可以对他好 他还要跟你咬尾巴 那你如果是一只狗呢 那你是被动的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好主人 所以啊 你是有智慧的人啊 看到这个离我们最近的 最有福报的狗啊 猫啊 都不要生起羡慕的心哦 哦 好棒哦 但是每天都不用工作 就可以吃好的 穿好的 那你去吃狗粮看看 你喜欢吃吗 完全不能挑食 人家喂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你一直不能选择啊 所以啊 这叫做轮回哦 轮回就是 你不能够选择 你随着夜而走 你被习气 被烦恼 被业障 被这个自己形成的习惯 啊 掐住 你根本就没办法对抗你自己 啊 是不是 我现在一定要睡觉 啊 早上要起床 哦 就很痛苦了 啊 晚上呢 好累好累 也不能睡 哇 你看光是睡觉不能自在 肚子饿 也不能不吃 吃了也不舒服 不吃也是不舒服 那不管是吃还是不吃 光是处理这个设身的事情啊 吃跟睡 你就有够烦恼了 轮回就是这么麻烦 我现在觉得轮回很好 是因为你现在过得不错啊 还是有钱人 还能够自在 那你现在如果生病了 你能不能够说我不要生病 没办法你得要去看医生 而且医生呢也不能够保证你没生病 你不会再生病也不可能 只能尽力 所以啊 这个轮回的苦啊 光是生老病死就有够恐怖了 你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是无奈吗 不是 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啊 来解决 想要积极解决的 这种人 就叫做比丘 比当脱离此劫福 为什么 因为啊 这比丘啊修什么 就是前面讲的戒 还有心 然后就是定 还有刚才讲的三种会 生会 官会 将来会 这三种会 那还有加上情 所以这里总共有六种法 就叫做比丘啊 他一定可以离开劫福的 所以呢 这个有这样子的一种修行 比当脱离此劫福 就一定可以脱离这个劫福 可见呢 我们要修清净道 就是三件事情 解 定 慧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再加上精进 哦 就速速的离开劫福 那这是前面呢 讲到序论的时候 解释了佛陀回答 听到这个天人的这一段 那天人来问这个问题 就是找对人了 因为他找到的是 一个有情志比丘 能够离开劫福的人 欲至上山路 许问过来人 你如果有烦恼 去找一个跟你差不多 也有烦恼的人 你根本就不是准备要解决烦恼 你是准备带回垃圾山回家的 所以呢 你要找的人 是要没烦恼的人 那没烦恼的人呢 如果跟有烦恼的人在一起 那你就要想办法 让这个有烦恼的人脱离烦恼 所以我们跟着法师 跟着比丘修学 就是要脱离烦恼 不可以颠倒 把比丘搞得让他起烦恼 那这就是颠倒 所以要脱离这个烦恼 这才是我们要修的正道 也就是清净道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行顿歇 歇集菩提仪